今天,巩俐在最新的杂志采访中说起流行一时的艺人称谓时,谈到她并不习惯这样的称呼,并称以前的尊称是演员,文艺界或艺术家,娱乐圈,什么叫娱乐圈,我不明白,大家想娱乐可以去娱乐场,电影院里给不了你娱乐。 她还提到最近一次让她光影世界流连忘返的是与娱乐导演合作的蓝星大剧院,她认为这是一部能够给中国电影史留下痕迹的片子。 自己的创新,自己的风格,那这一部电影的风格就是像一个舞台和战争的结合,她用舞台的方式,用现实的方式,舞台的方式来把整个故事连接在一块。